欢迎来到美厅 大众、精英、王者、三者的九种思维区别 大千世界,众生万象,其实只有三象,但是三可生万物 任何一个人群都可以分为这三种人 大众、精英、王者 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仅是认知差别 更重要的是思维差距 什么叫认知差距? 同样是摆在地上的几块砖 大众看到的是一堆乱石头 精英看到了它的组成和作用 王者看到了它正在构建起的摩天大楼 思维差距是在认知差距基础增加了行为和习惯元素 如果说在不同认知的人眼里 世界是完全是不同的 那么不同思维的人表现出来的行为则是完全不同的 并且这里有规律可循 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详细来看一下 大众喜欢自欺欺人 在阿Q正传刻画的就是这样一种人 他们不去改变 反而互相嘲弄 他们猥琐 可怜 幼稚 好笑 而且不反省 这就是大众的画像 精英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不要虚情假意的隐瞒 他们要活生生的利益和好处 他们每行一步 必计算自己的得失 王者善于帮助他人来成就自己 送人玫瑰 手留余香 自我的最高境界是无我 成就的人越多 他们的成就也越大 二 大众成群化 精英个体化 王者孤独 大众出没 必是成群结队 每个人都有一群狐朋狗友 他们的结盟 并不是因利益和价值观 而是出于壮胆或无聊 这就叫乌合之众 聚得快散得也快 精英则越来越个体化 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和每一个人的距离 随时可以和一个人走得很近 也经常和别人疏远 他们不会随便沾亲带故 谨慎处理和每一个人的关系 因为这样进可攻 退可守 王者永远都是孤独的 尽管高处不胜寒 但他们自身已经比较圆满 所以并不需要被理解 被认同 他们的动力来自于希望和美好 然后按照自己的设定处事 心中无缺所以付 被人所需所以贵 三 大众关注对错 精英关注利弊 王者关注整体 大众 独立思考能力弱 受教育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太深 内心无形当中有一把世俗的标尺 欲试欲人时 就按照自己标准 给人先贴一个标签 把别人分成好人 坏人 应该的 不应该的 对的 错的 所以喜欢聊八卦 搬弄是非 精英 不愿意把时间精力浪费在无关紧要的表面问题上 他们更习惯于从利弊得失的角度分析问题 善于马上采取措施解决现实问题 一切以结果作为考量标准 王者追求的是和谐 圆满 俗话说 和气生财 他们往往会照顾到各方利益和感受 追求和谐 统一的大局 他们不善于不标榜自己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良知和道德 相反 他们往往比那些盲口人意道德的精英 更善于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平 更善于约束自己 四 大众人采人 精英人比人 王者人捧人 大众 往往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维持生计 他们在家缝里求生存 有横产才有横心 当一个人活着就是为了混口饭吃的时候 他们就会牙刺必报 斤斤计较 还会互相裁挤 甚至徘徊在触碰底线 犯罪和卖命的边缘 精英 更多的中产阶级 房价的飙升 让他们看似坐拥千万家产 其实可支配资产很少 随着大众 创业浪潮的过去 他们在改变现实无望的情况下 只有将希望寄托于同类对比而产生的优越性上 人性里有这样一种东西 绝大多数人之所以能快乐 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富有 聪明 漂亮而快乐 而是因为自己以为比别人更富有 更聪明 更漂亮而快乐 王者这个阶层的人员稀少 而且各个名声在外 很少有人愿意去做出格 冒大风险的是 谁会为了占别人一点便宜 而丢了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 然后每个人都掌握着大量资源 互相交换和盘活 最后大家形成了一种交换和制衡的机制 各种利益组合和联姻在这里纵横交错 5.大众注重关系 精英注重规则 王者注重平衡 大众 往往更相信身边人 更看重关系 喜欢走后门 以特殊化为荣 没有契约精神 这是一种陈旧的村民思维 很多人虽然在一线城市奋斗 但是依然把满身的乡身气息带到了大都市 他们明知自己格格不入 却不力途改变 精英 往往更相信系统和规章制度 他们愿意遵守各项规则 在此基础上施展自己的能力 哪怕是投机主义 利己主义 但是依然会在规则下行事 愿赌服输 有契约精神 王者既不相信人 也不被规则束缚 他们总是有大的格局 喜欢使团队 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作为舵手 他们必须时刻维持大船的平衡 这是一切创新和改变的大基础 每一个团队 公司 国家 都需要这种人作为领导者 六 大众有偏见 精英好逻辑 王者待仁爱 大众 都有与生俱来的偏见和傲慢 而且这种偏见 主导他们的判断 比如喜欢给别人贴标签 一提某某是某某地方的人 或是某某星座 某某出身 就立刻给他下了一个结论 总是对人而不对事 这也是没有判断力和洞察力的表现 精英 喜欢根据自己看到的客观情况 和现实逻辑去推导结论 他们能跳出问题看问题 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眼中看到的 冷静 理性 不会被传统的眼光和道理束缚 能够对视而不对人 王者因为格局比较大 所以能同时兼顾各个立场 能够包容一切想法 接纳一切观点 并且洞察出背后的来龙去脉 心里有爱 所以看到的都是爱 但他们同时也会衡量 哪个人放在哪里 才是最合适的 七 大众被引导 精英善学习 王者善总结 大众总是被网上各种碎片化的新闻和信息牵着走 这些内容参差不齐 很多是带有情绪化的胡言乱语 他们宁可把钱花在买游戏装备上 打点女主播上 也不会浪费一分钱去学习 所以一直没能形成独立思考能力 也因此总是轻而易举地被煽动和利用 精英们则更加理性 他们喜欢购买各种书籍 参加各种讲座和培训 而且愿意为知识买单 很多知识付费 就是针对这个群体为主 王者有很强的洞察力 归纳总结能力 所以善于处类旁通 往往能由一滴水 而看到整个大海 能通过身边的风吹草动 而发现新事物和趋势 当然他们也很善于自我反省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不足 大众适合做螺丝钉 就像一块砖 哪里需要往哪搬 精英擅长做模式 把事情模式化 然后迅速复制 扩散 王者喜欢做局 把一群不同的人笼络起来 然后各归其位 形成一个系统 九 大众要安慰 精英要真相 王者要希望 每一次社会事件发生 大众都跟着起哄 表面上是关心真相 公平 其实要的是心理抚慰 然后附和着自己的情绪发泄 充当键盘侠 他们就像时刻会哭闹的小孩子 要有大人经常去哄才行 而精英们则喜欢客观冷静的分析和推理 先弄懂事情真相 再下结论 他们往往不容易被情绪化的东西左右 王者则无论发生了什么 都会努力拖住社会下沉的力气 给予大家积极向上的希望 这就是三种的思维差距的剖析 其实还可以再论述很多 大众看别人短处 精英看别人好处 王者看别人长处 大众看当下 精英看趋势 王者看必然 大众要工资 精英谈回报 王者看空间 人与人的区别 究其本质 是认知和思维的区别 提升自己的思维格局 才是人生逆袭的必然途径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